今天我要去医院去照这个CT scan,就是掃描,有点紧张,这是第一次疫情爆发以后,州长宣布要在家里面待着隔离,我第一次离家出走。 我们家是在山头上,可以看到下山了现在,上高速公路了,可以看到这个高速公路上没有什么车,现在大部分人都在家里面上班,没什么人,马路上的车都是很少。 优优独播剧场——。 拍一下我这个白马王子。这是一个跑车。 Lexus LS460。 可以开得非常快 经常在公路上 这是我超车 飘车 很少有人超过我 这是医院的进口处 大了个棚子 现在病人来了以后 我先到这 量体温 临时的棚子 体温要是有问题 还不让你进 不准家属 只有病人自己可以进去 这是我第一次叫 因为已经开始开队了 这是戴上口罩了 坐在这个 等这个CT scan 他们要 9点45 8点45 一个小时之前 要给我喝一个东西 喝起来很难受 喝两瓶药水 然后 他在照的时候 可以看到里面的清楚 我就在这等了 可以写点东西看看书 很舒服 现在我又回到车上来了 刚才这个血糖低了 现在已经低到70 我这个sensor就是给我alarm 就是叫起来了 赶快去要了一杯cappuccino咖啡 然后买了一个小面包 刚吃下去 但是还要过一阵子才能 血糖可以再回来 我现在就准备上路了 刚才就是差点走不回来了 有点累了 血糖一低就是没有劲了 从那个放射箱 走到这个停车场 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就这样了 今天任务完成了 看看这个景色 最后放一点音乐 就结束了 我们的车库 感谢主 是你耶稣 就在那一瞬间 心在空中凝结 是你耶稣 生活 你是我的 Road Cara 是 我想要我 帮我付出 卖你 真的是窒